在回顾完第一部网球王子之后 我们来聊一下动画与漫画的差异 大家好,我是全书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网球王子的前身 在Jump连载前都会有一个短片试水 这个短片里的角色设定 跟正式版的不大一样 故事发生在世木版网球花园 主要角色是龙马、龙琪、蔡蔡子和左左部 左左部是龙琪的网球教练 不过他一个月只教一次 比起网球他更想和龙琪约会 但龙琪并不喜欢这个人 接着12岁的龙马就出现了 他给龙琪讲解窝拍方式的问题 也正因此龙琪的回球有了进步 之后龙琪就和龙马开心的聊了起来 然后那个左左部就有点不爽了 事情之后演变成他要和龙马对打 桥段跟TV动画第一集差不多 判定底线球会出界 而故意攻击龙马的剧情也有 而龙马选择回击的方式 一个是打碎对手的墨镜 另一个是故意击中对手的脚踝 这样左左部就无法判定出界 短片中有叙述两年前龙马是个篮球小子 当时他放倒了那些对他恶意犯规的学长 比赛结果自然是龙马获胜 同时左左部也痛改前飞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作者原本设定 主角是叫远山金太郎 而龙马是作为对手角色出现的 但在短片发表之后就改了 接下来就到了主线故事 前面的剧情基本都差不多 太细节的地方就先不讲了 比如一开始刁然心生的并不是荒景 而是其他学长之类的 动画漫画的不同主要从观众大会开始 在第一轮与兵力的比赛结束后 手中就要去疗伤 动画里面是去德国漫画室在九州 不过九州这段剧情 后面OVA全国大赛篇动画有补上 漫画里大时当上代理队长之后 还有请不动风来打练习赛 接着关东大会第二轮清学对上绿山 动画里是原创对上陈城香兰 而在漫画里陈城香兰是被绿山淘汰 与绿山的剧情其实很短 他们有一个特别教练叫季乐泰造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网球职业选手 同时他和儿子静信也在球队里 由于有职业选手当教练 绿山整体的打法都比较老成 对于一些浪费体力的球会选择直接放弃 这场比赛里龙马对上了静信 比较有意思的是泰造式蓝次郎的晚辈 原来他也和蓝次郎一样 从小就开始培养儿子打网球 只不过他似乎感觉到 静信对于网球的乐度越来越低 随后蓝次郎有开导他 这轮比赛结果是清学三战全胜 静信因为比赛输给龙马 他又重新南起了打网球的斗志 接着到了关东大会半决赛六角队清学 这场比赛双打一跟动画有点不一样 首先不二局弯一开始就有互相支援 其次左博队局弯采用的是人定人战术 之后局弯就使出了新的招式 一瞬间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局弯 这主要是由于移动速度快产生的残硬 最多的时候能看到三个 比赛结果依然是清学获胜 而下一场单打三动画是龙马对魁 漫画则是海棠对魁 虽然海棠一开始就打了一个局数4比0 但这是魁故意要让4追6 压力爆发 这种方式还挺特别的 一段时间后魁确实把局处追平了 接着海棠就球星接中到网柱上 然后他就用头巾绑住伤口 我是觉得海棠这个样子超帅的 动画没做出来有点可惜 最后海棠凭借自己的球风获得胜利 另一边龙马在乐身中看到 不动风惨败给了厉害大 这场比赛中切元开启了赤木模式 他是直接攻击局的 之后龙马就开始练习新招酷截击 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他而切元对打 两人一开始的对打还算正常 一段时间后切元就用球击中龙马 同时他还打出了直接发球 同行的桑原根本无法阻止 切元摆明就是瞄准龙马的膝盖攻击 不过龙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这份坚持让龙马在最关键的时刻 觉醒出了无我境界 随后切元就被疯狂吊打 当真田文讯赶来时比赛已经结束了 龙马因为开了无我境界而泪倒 桑原和切元各挨了真田一巴掌 毕竟厉害大的戒律是不能输球 接下来就到了动画漫画差异较大的一个篇章 关东大会总决赛 双打二是桃城海棠对桑原文泰 这场比赛没有差很多 漫画里没有出现波动回拳蛇球 短蛇球还是有的 而且海棠还打出很帅气的逆向蛇球 最后他们是以局数1比6落败 动画里是5比7输了 再来就是双打一局弯大使对人王留生 这场比赛动画漫画差别就比较大了 比赛开始没多久局弯就使出残硬 结果却被人王打中了头 不好说这是不是意外 反正局弯后面还能继续比赛 接着局弯大使靠着默契配合拿下一局 然后柳生就使出了绝招雷射光束 这是一招快速无比的直线穿越球 凭借这招利海大很快就反超一局 然而局弯也趁机适应了雷射光束 所以他们在第四局时将局数追平 原本以为形势开始逆转 结果第五局时人王竟然打出了雷射光束 其实把人王和柳生互换了身份 毕竟是球长老千 在两道雷射光束的攻击下 局数很快就变成5比2厉害大领先 换场休息时龙奇教练提醒他们 当初谁说的双打有无限可能性 同时还说他们可以用新阵型 这个新阵型叫做大使的领域 就是大使和局弯攻守互换 由大使近距离判断对手情况 并下暗示给局弯回击 没多久清雪把局数追到4比5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没能打过 正牌柳生的雷射光束 在局弯火箭炮回族失败之后 清雪以6比4输掉的比赛 接下来就是单打三连二对阿钱 剧情上没有差很多 连二在漫画里有使出旋风真空展 同时他也有睁开眼睛 值得一提的是阿钱在这场比赛里 也有把眼睛露出来而且很帅 最后比赛是阿钱以局数7比6获得胜利 接着漫画有说姓孙到底得了什么病 就是急性脱髓翘性神经炎 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 回到比赛这边真田差点就挡了连二 这里要解释一下漫画里的真田 是比较严厉且霸气的 不过真田的那个巴掌被切缘南下 之后就是双打二切缘对不二 那个动画里不二是为了给局报仇 而漫画这边是为了给龙马报仇 比赛一开始不二就非常认真 而切缘也开出了赤木模式 在不二拿下第一局之后 切缘还生气了T2球网 难而当局数打到2比0不二领先时 切缘找到一个破绽攻击了不二 随后不二的眼睛就暂时看不见了 此时不二依然坚持要比赛 毕竟这场输清学就输了 但看不到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局数很快来到4比3切缘领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伯二在第八局时竟然可以回击得分 而且还把局数扳回4比4平 他现在是靠着感觉爱回球的 随着局数被反超 切缘不甘心就这样输掉 他不想输给厉海大三巨头 更不想输给一年级的龙马 他的这份执着也同时触动了伯二 他们两个谁都不愿意输掉这场比赛 结果在被逼到极限的时候 切缘突然使出了中雄落网 以及其他所见过的招式 这时的切缘竟然进入了无二境界 几个来回之后切缘就使出了 真田侵略炉火的扣杀 伯二虽然用中雄落网打了回去 但同时他的拍线也断了 眼看切缘再次打出侵略炉火 龙马及时提醒伯二用拍框 伯二这才成功回击了这球 而切缘由于无法掌控无二境界 最终他已无比7输掉了比赛 结束后他也累到睡着了 醒来后切缘主动认罚 不过真田却让他坐在教练席上 最后终于来到单打一的比赛 由皇帝真田选一郎对王子月前龙马 这场比赛动画漫画就差很多了 龙马一开始就使出无我境界 而且还是有意识控制的那种 同时真田也很快使出了急路风 这招由于速度很快所以看不见灰拍 真田这个时期有四大绝招风铃火山 龙马这边则利用神威的飞矛腿技能 加上深思的战时麻痹 从真田手上拿下第一局 不过这一局应该是真田故意让的 他的意图是要让千元看清无我境界 因为无我境界最大的副作用 就是非常消耗体力 同时真田也打出了真正的急路风 这个速度是刚才的三倍以上 没多久真田就把局数打到3比1 而龙马这边已经是满身大汗 不过他要找到破解急路风的办法 因为急路风的诀窍类似拔刀数 所以只要在真田那刀前回击就行 结果真田随后就祭出了侵略炉火 龙马以局数1比4落后 这之后比赛仿佛进入了一面倒的局面 然而龙马并没有放弃 他还说已经找到风铃火山的弱点 只见龙马利用单脚碎步后撤化解力道 并瞬间进入无我境界 同时打出了急路风回击 这就是风铃火山的弱点 招式之间可以相克 之后局数来到5比2真田领先 不过真田不再施展风铃火山 而龙马这边也是不敢有丝毫懈怠 原本真田以为龙马撑不了多久 结果龙马的球速竟然越来越快 有一瞬间真田从龙马身上看到了武士的影子 这个影子曾经手中也看到过 所以龙马就是需要被人逼到绝境 一段时间后龙马竟然撑过三个赛末点 局数来到了5比5平 在这种情况下龙马再次使用无我境界 与此同时真田竟然也使出了无我境界 接下来双方继续胶着 最后时刻真田拓完打出上悬高调球 而龙马也打出了酷劫机 最终龙马以局数7比5拿下比赛 接着在颁奖典礼上真田拒绝了奖杯 因为除了冠军之外别的都毫无价值 这个性格跟动画比还是差挺多的 接下来的剧情大家也都清楚 动画开始进入日媒对打纯原创 而漫画很快就进入到了全国大赛 有一点要说明下 为了让OVA全国大赛篇 可以接上TV原创的部分 动画在制作的时候也做了点改动 部分改动不了的只能应接 比如我们TV版看到手种明明已经归队 而在OVA里面又要演一遍他回来了 同时如果没看漫画直接看OVA的话 可能会发现厉害大前后人设有些不同 这是关东大会决赛改编所衍生出来的 不过动画还是有精力去弥补剧情 漫画里手种赛前归队 大时要跟手种比赛证明他的伤好了 动画里面这个桥段则用在龙马身上 因为那时候龙马刚从美国回来 另外再讲一个有意思的点 动画之前原创过手种和不二比赛 那场比赛中不二的三种回击都进化了 而在漫画里它是跟白石 在比赛的过程中才进化的 然后我们对比下时间 动画的这三集原创是在2005年3月份 漫画这本单行本是在2007年1月份出 虽然出单行本之前会先在杂志上连载 但即使把时间往前推一年 也应该是动画原创比漫画早 所以这里感觉像作者借鉴了动画原创 同时漫画中不二与手种的对打 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呈现的 就是由人王幻象出手种与不二比赛 这里出现的一些台词 跟TV原创的那三集有点类似 因此如果你没有看过漫画的话 看到OVA这一集时一定会有不少问号 比赛结束后不二还跟手种越战 这也许是为了呼应之前动画的剧情 漫画的结局是手种准备去德国 而龙马则去了美国 所以动画漫画在这一部作品里面 其实有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前提是需要无视掉一些 明显无法解释的前后矛盾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漫画结尾的故事 还记得动画里面龙马最后从美国回来 目的就是为了找手种比一场 那场比赛最后是龙马赢了 这也代表着清学之助的传承 而漫画在最后用一个短篇小说 描绘了之后三年级生毕业典礼的场景 陶城海棠以再教生代表的身份参加 三年级生一个接一个的领取毕业证 最后毕业生代表手种上台发言 此时的场面非常感恩也很温馨 结果突然有一颗球飞向手种 原来是龙马回来了 他希望和手种再比一场 比赛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每位读者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就这样网球王子完结了 就这样这个系列视频暂时结束 就这样樱花的花瓣 在广阔的清空中持续飞舞 我是玄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